大家好,我是善桂 欢迎来到素食好主意 我今天吃这些猪豆 它也是一种豆角 但是短一些 豆仔是脏糊糊的 稍后拿去洗净 切成一段段就可以了 还有一些浸好的芸耳 稍后会用面糞来炆猪豆 这些是鲜枝竹 在街市的豆腐堂买得到 3元一条 我这里有两条 还有些辣椒干 如果喜欢吃辣就放些下去 这些芸耳已经煮了大约5分钟 我现在加少许糖 加少许油 把猪豆加进去 又是煮大约5分钟 鲜枝竹我已经切开一段段 就用水浸住它 豆煮够5分钟后 就可以捞起它 用冻水浸住它 用冻水浸一浸 就可以保持它的颜色青绿 我的招牌动作 小火爆一下姜蓉 再加少许糖 然后把面糞 我今次买了这只面糞 全部都是一粒粒豆 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我也是第一次吃 好 加入猪豆 加入水 加点水 开大火 大火 盖上锅干 煮2-3分钟 豆果和云耳煮了3分钟 现在加上鲜腐粥 下来 等一下我会盖上锅盖 再多炆3-4分钟 因为鲜腐粥摸上手 就好像比较硬 不是很柔软 这样我煮久一点 看看能否先煮柔软一点 还需要加多少糖 或者多少盐 就要各位自己试味 因为每一只面糞 它的咸甜味道都不同 刚才没有 那里应该是有半茶匙的糖 加一点辣椒 再加一点辣椒 各位可以加粗类 也可以 加一些鲜冬菇 或手珍菇 金针菇 或海鲜菇 都可以 我试一下 看看是否够了 可以加一点酥油 炒大火 再炒大火 再炒大火 便可以上碟 吃東西 試試鮮枝竹 看是怎樣 都不夠軟滑 有些鮮枝竹已經切開一段段 那隻好像比較軟滑 全條這隻好像沒那麼軟滑 大家如果是煮的話 就買是它切好了 不知多少錢 四兩那隻 如果買不到肥嘟嘟這種豬豆 就是買普通的白豆角來炆都可以 那些豆就炆得很軟 希望各位喜歡今晚的素菜鮮枝竹炆豬豆 我繼續吃東西 下次再見 拜拜